过来你过来 这岁数大名结婚脾气都怪 是是是 这点他不如意 你看你也没结婚 不会说话就别说 对对对 咱不说那个结婚的事 咱说耗子的事 对 说耗子 我跟你讲 这个耗子太不像话了 他不但私闯民宅 他还到处运送脏物果皮 知道吗 你必须找到他的老巢 看见没 运送果皮 你要找到老巢 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老巢在哪啊 那你这 黄晓晓家 不是 这个你哈 不是发生是这样的啊 你看你想象一下 黄晓晓在家没事 看电视 翘着二郎腿 然后吃橘子 呱呱呱呱 吃完橘子 他把橘子皮交给了耗子 说去 他能走狼 他能走狼 你知道吗 不是 来来来我问你 你那意思 黄晓晓养耗子 不是 我估计有可能是他的宠物 开什么玩笑 人家黄晓晓家 他那个宠物是只狗 我还告诉你 只要有狗 耗子就不敢来 有狗 耗子就不敢来 当然不敢来 那你咋敢来呢 大美啊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说的还有点问题 你说那话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说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 对对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 那你今天要是把耗子拿住了呢 那就不算多管闲事 对 那我算是狗呢 我还算是耗子呢 你就不要纠结这些名分了 对 干就完了 就是嘛 好好好 我带着服务器 我把这个装上 那个那个 双刚 我跟你说一下 你这光一个补薯器 我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你知道吧 你想啊 耗子喜欢什么地方 那喜欢脏乱差的地方 那一进去就跟进了大超市一样 随便吃啊 是不是 你去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 解决问题吧 还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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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早还早还早 一样 你说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啊啊